大家好,我是Dan 在7月23日有媒体报道 明吉多走女基茨成员们的来龙去脉消息后 今天,女基茨成员们的父母 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表示 女基茨将与Odoa一直携手前行 请停止海谷的恶意反向宣传 我们来看一下各成员父母亲的采访内容 明吉的母亲表示 当明吉从Sosomagic转到Odoa时 她感到非常高兴 明吉在13岁时独自来到十五二 开始了在Sosomagic的首次练习生生活 作为把孩子独自送往外地的父母 我们希望能了解孩子的状况 但当时宿舍禁止父母进入 第一次去宿舍是在一年后要搬家的时候 而当时的情况让我大为震惊 明吉的宿舍每个角落都长满了霉菌 处处可见蟑螂 想到明吉在监控环境中默默忍受 至今仍感到心痛 如同其他练习生一样 这段时间充满了漫长的等待 但对于明吉来说更加痛苦的是 在Sosomagic没有任何解释或计划的情况下 被搁置了几年 当时既没有确定的出道计划 也没有关于组建出道组或具体计划的说明 在明吉面临沟中升学的时候 有人甚至提出了 因为普通沟中很难兼顾练习 不升学应该会更好等荒谬的话 对于觉得Sosomagic的训练方式 十分艰辛的明吉来说 去学校对他来说是一种慰藉 明吉的母亲强调 明吉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下来 是因为他对梦想的强烈意志 随后Sosomagic成为了海埔的子公司 这让对明吉能成为公司首支女团成员充满期待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得知致明依然纳入海埔女团出道组的消息 明吉的母亲表示 在出道顺序突然改变的过程中 不仅没有任何解释 还面临了被毫不留情抛弃的危险 但当时明吉在表现中有一种 收养一次的孩子不会轻易丢掉的想法 所以一直与他坚持到底 最终明吉以女进死出道实现了他的梦想 我们是与尔多尔签约的 很高兴在从Sosomagic转到尔多尔的过程中 有明吉代表在 现在也对尔多尔感到非常满意 从未考虑过离开公司 问题是欺负我们的嗨不 我记得4月22号那三天 像猎物一样出现的报道 父母和女进死都被贴上了奇怪的标签 大企业以这样的方式对明吉代表进行个人攻击 实在令人震惊 我们如何能信任和依赖这样的母公司呢 黑银和黑银的母亲们也表示 我们从未考虑或计划过离开尔多尔 我们与尔多签有专属合约 对尔多非常满意 没有理由离开 然而还不在4月将我们描述为背叛公司的人 还用过去的事件来称呼我们为女不体 这样被误解的过程实在可怕 苏思明吉以最后的恋习生出道评估 决定成员的去留 但几个月内都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所有成员都担心自己无法出道 感到不安 在转到尔多之前 从苏思明吉的苏僧金代表那里 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现在苏思明吉如果感到不公平 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明 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而苏思明吉却在一夜之间 把民进代表家长 甚至女精子都描绘成奇怪的人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的公司 黑人母亲接着表示 当时因为B-Hit的承诺会推出第一个女团 并且苏思明吉是唯一可以接受女恋习生的公司 所以才签约了 在签约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对于民进代表一起转的额度 感到更为欢迎 母亲们接着表示 在孩子们的恋习生时期 苏思明吉对女精子的放置情况 成员们也都记得 现在海浦对牛精子的冷落有许多的证据 不知道是否希望把这些都公开 而黑人的母亲 对于22号 苏思明吉等公开 牛精子练习生时期的影片表示 已经转移到其他公司了 苏思明吉和海浦未经许可就公开这些内容 这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具备职业道德 为什么总是干扰一个自己做得很好的公司 我们与海浦的高层也谈过多次 我们从未要求海浦给予特别待遇 我们反而是恳求他们放手 这样无法沟通的人是第一次遇到 海浦真让人难以理解 他念的母亲表示 我清楚记得女儿和苏思明吉签约时的情况 那时候说的是 如果他念成为出道组 他将会是海浦首个推出的女团成员 然而最近有关成员抢夺新闻 如果不是海浦或苏思明吉提供的内容 那些报道是不可能出现的 海浦现在却在说要开始调查经过 如果报道未被更正 我们也在考虑法律对策 我怎么能放心把我的女儿交给海浦 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时间 用什么方式来折磨我们 并且发布不准确的评奏资料 接受采访的父母们最后表示 在澳洲的哈尼母亲的立场也是一样的 虽然还有更多可怕的故事 但我们只说到这里 到目前为止 持续先发攻击的一方是海浦 我们真的希望这场战斗能够结束 父母们特别呼吁 请海浦停止将与事实不复的故事 当作真相来撒谎的情况 例如 Attention是由米尼金代表亲自带来的出道歌曲 塔尼尔也参与了作词 令人惊讶的是 海浦随意公开了与Source Music无关的 Attention的Demo和练习影片 我已经同意陷漏个人信息也确实是个大问题 我们已经向Source Music和D社寄送了内容证明 尽管有很多共同经历的证人 这样编辑出容易引起误解的内容 并不断暴露虚假的谎言 实在令人感到恐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练习生应该都那样吧 好像太不了解娱乐圈了 虽然练习生遇到这种事很常见 但这不应该成为常态 和公司关系好的话 这些过去的事都能美化掉 但现在情况这么糟 那些事情能在成员和父母心中留下好印象吗 看到有章了我就直接不看了 感觉他们完全不懂饭圈 旁观看PlayPink的宿舍也出现过章了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当练习生的 哇 直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真的是菩萨 还不为什么要编造这种 很容易就被揭穿的谎言呢 如果未能以爱豆成功怎么办 为什么要求放弃学业 疯了 这样看来反而是还不帮助了他们不是吗 还不投资了130亿 所以才能提供了优质的宿舍和其他资源呢 希望不要再假装是受害者了 虽然有些话确实是父母不懂爱豆钱财说出来的 但就算是普通人也能感觉到 还有对牛惊死的媒体攻击太过分了 作为父母看着自己孩子受这么多攻击 心里肯定很难过 所以对于牛惊死父母亲的受访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